小时候常有戏剧团到我们村唱戏 吆喝一声 吾吾泱泱 附近几个村的人就都来了 外公每次都会带我提前过去 因为去晚了 好位置都被别人抢了 我那时候也乐意去 因为到时候可以吃到瓜子和甘蔗 要是外公听高兴了 说不定还会给我买水果糖 我记得当时来我们村最多的 是河南的玉剧团 跟安徽的黄梅戏剧团 当然不是什么大剧团 通常一个班子也就十来个人 目前幕后有时候连人手都不够 可以说我是听戏长大的 像玉剧的花木兰 闸美岸 斯文郎和黄梅戏的女驸马 天仙佩 孟江雨 这些我都耳熟能详 到现在也能哼上几句 在长大点 我离开家乡奔赴大城市 接触了京剧 乐剧和苏州平坛等 慢慢的 我试着了解传统戏剧背后的一些东西 例如人文情怀和背景典故 我发现 每个地方的戏剧都跟当地的一些民族风俗有关 现代有很多人听不懂唱戏唱的是什么 造成这个的原因就是地域文化的冲突 但只要你了解当地文化 想要听懂一场戏并不难 我自诩跑遍大江南北 各个地方的民族风俗都懂一点 对于听戏 肯定也比常人要理解的透彻一些 全国大大小小的传统戏剧我听过很多 甚至民间小调我也看过不少 但其中让我最记忆犹新的 还是在西北一个地方听了一场戏 当地人称之为鬼戏 我听的鬼戏就发生在西北的一个小镇上 现在那个镇变成了当地景点 其实那次听鬼戏真的很凑巧 那时我刚去的第一天 找了个旅店准备暂住下来 下午出门的时候 旅店老板告诉我 晚上八点 镇上有戏班子过来唱戏 强烈推荐我去听一下 当时想着 西北这块比较偏 要么是当地的小众戏剧 要么就是近点四川的川剧 结果旅店老板却告诉我说 这个戏比较特别 估计我是没听过 叫做鬼戏 当地三年才有一次 赶上了 这也算是我的福分 说实话 当我听到鬼戏俩字的时候 心里咯噔一声 立马响到了老一辈人嘴里的那个鬼戏 老一辈人常说 戏班子唱戏 最后一场不能留人 因为那场戏是唱给鬼听的 后面旅店老板解释说 这个鬼戏是他们当地的一种特色戏剧 戏绝上台不画脸谱 而是戴着特质的一种面具 因为面具通常都是青面獠牙 凶神恶煞的形象 所以当地人称之为鬼戏 我听了旅店老板的解释 心头涌上了一股求之欲 旅店老板告诉我 如果有兴趣就提前过去 因为到时候人会很多 后来我了解到 当地人已经把鬼戏当成一种信仰了 他们认为看过鬼戏之后 自己身边的诸多不幸都会被吸引过去 除了听戏之外 他们更多的都是为了免灾和祈福 所以每逢鬼戏都是场场爆满 临走的时候 旅店老板又交代了我几句 他告诉我 如果去听鬼戏 听戏的过程中 有几点一定要注意 不能大声喧哗 不能随意走动 更不能做出一些不规矩的事来 像寻衅声势 口出慧言 这些都是大忌 我问他为什么 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 听个戏哪有那么多规矩 虽然他说的这些 确实都是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旅店老板解释说 唱鬼戏的不是一般人 他们都是一些具有法力的戏人 而且鬼戏不同于其他一些戏中 虽说是唱给人看的 但台上表演的不一定都是人 所以忌讳规矩之类的比较多 告诉我也是为了求个心安 毕竟我是个外乡人 万一要是不知道 到时候犯了忌讳 那就严重了 之前我对这所谓的鬼戏 只是有点兴趣 现在听了旅店老板的解释后 心里竟然开始期盼起来 于是接着问 如果犯了忌讳会会怎么样 旅店老板皱皱眉头说 如果犯了忌讳 可能会把台上不干净的东西招来 后面我再问 他就不再说了 只是告诉我 早些年 有几个外乡人听鬼戏时犯了忌讳 当晚全都意外死亡 一个掉进河里淹死 一个被高空坠物砸死 另一个让车碾死 无疑幸免 离奇的是 淹死人的河水不过溪 高空坠物 掉下来的是乌龟 碾死人的车 竟然是一架驢车 警察查了将近一个月 也没查出来什么东西 最后结案归于意外 听完 我心里直呼邪门 不由对旅店老板口中的诡计 更加好奇 还想着 自己这次说什么 也要去见识见识 从旅店离开 我在镇上转了一圈 大概六点半块到七点的时候 我就回去了 进到房间还没休息一会儿 就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打开门 发现是旅店老板 他站在门口笑呵呵地说 给我送点当地的特产小吃过来 我当下刚想拒绝 就听他接着说 这些小玩意儿 不值什么钱 但味道还是不错的 要是吃了感觉还行 走的时候可以找他带点 价格绝对公道 我一听 感情旅店老板 这是找我做生意来了 虽然有点唐突 但不得不说 这种营销方式很有效 再者说 也是人家一片好心 到最后又不会强买强卖 推辞几句后 我就收下了 当时正好也到了吃晚饭的时间 我懒得出去 就把那些特产小吃给下了肚 讲良心话 味道确实不错 尤其是其中的一叠肉干 香儿不柴 肉质特嫩 把旅店老板送过来的东西吃完 我看了看时间 觉得差不多了 就出门 往唱鬼戏的地方赶去 我本以为自己去得够早了 但没想到 还有比我去得更早的 我过去时 早已是人满为患 我站在人群外面 只能看到 最里面搭了个露天的戏台子 估计是时间没到 戏台子上一个人也没有 原本我打算 就在外面听一会儿得了 后面在人群中 竟然发现了旅店老板 他在里面向我招手 示意我过去 好不容易挤到里面 他又拉着我 坐在了最前面 他说知道我会来 怕我到时候抢不到位置 就提前给我站了一个 我谢过他后 就坐了下去 约摸得有十几分钟 台上响起了罗声 罗声一响 原本吵吵嚷嚷嚷的人群 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搞得我神经绷紧 连话都不敢讲 我寻思着 应该是鬼戏快开始了 四周打量一下 发现这时候的观众 比我刚来那会儿多了好几倍 一眼都望不到边 满满的全是脑袋 随后 我又把目光放在戏台子上 我发现 这个鬼戏的戏台 跟别的戏台有很大的区别 大致结构上 虽然都是一样 但场景布置却让我有点看不懂 五颜六色的彩布条子 一眼望去 给人一种浓浓的民族风 甚至还有兽皮和兽手 让这场所谓的鬼戏 更加显得神秘而诡异 接着只听到一声 拖长了的戏腔 然后就看到 幕后走出来几个角色 果然跟旅店老板说的一样 出来的几个角色 都没有画脸谱 他们脸上 带着优点像是木制的面具 各个颜色鲜明 造型也都是千奇百态 有土长舌头的 有张大嘴巴露出獠牙的 还有刀竖着眼睛喷火的 这让我一下就想到了地府里的小鬼 刚开始听他们唱 我一句也听不懂 甚至连词都没听明白 而且他们唱的时候 动作也特别滑稽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们在跳大神 但后面 我就慢慢认真了起来 虽然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 但情绪是能够感染人的 我能感受到他们在台上的情绪 哭的时候悲痛欲绝 笑的时候阴森悚然 再加上幕后敲锅拉曲儿的 气氛把握的十分巧妙 有那么一刻 我甚至认为台上表演的不是人 就是活生生的鬼 我被自己脑海里 蹦出来的这个猜想吓了一跳 不禁想起之前旅店老板 对我说的话 他告诉我 这鬼戏是演给人看的没错 可台上表演的 不一定都是人 尽管这个说法很荒谬 但我仍觉得 这鬼戏 不单单只是一场戏那么简单 因为台上表演的这些角色 总给我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我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曾见过 沉寂在戏中 时间过得很快 直到后台的罗声响起 代表这场戏即将落幕 今晚鬼戏会唱几场我不知道 但肯定不止这一场 毕竟三年才有今天这么一次 罗声响后 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 可我却发现 周围没有任何一个观众放松下来 每个人都目光虔诚地看着戏台 有的人嘴里还轻声念叨着什么 我看向身旁的旅店老板 有些不解 老板告诉我说 这接下来的才是重头戏 果然 旅店老板的话刚说完 就听幕后传来两声鼓响 接着只见一行人 穿着与之前不同的服饰 挑着步子上了台 他们依然头戴面具 不过此时 他们手里却多了一个东西 一个木色的鼓 另一只手挥动鼓锤敲在上面 台下的我看到后 浑身一震 眼睛一直盯着他们手里的鼓 怪不得之前感觉那么熟悉 现在我可算明白了 原来他们都是萨满巫师 他们手里的鼓正是萨满鼓 老板之前在旅店就告诉过我 表演鬼戏的不是一般人 现在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真没想到 台上一张张恐怖圣人的面具之下 竟然都是萨满巫师 想想之前我还调侃 他们唱鬼戏时的动作 有点像跳大神 当时只把这当个乐子 如今看来 也不是我自己瞎想 很有可能这鬼戏 就是从萨满跳大神演变而来的 此时 台上正在表演的萨满巫师 仿佛拥有魔力 人们看不透面具 支下他们的脸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透露着神秘 让台下观众为之疯狂 很多人都闭着眼睛 嘴里快速念叨着什么 那虔诚的模样 一点也不像是在听戏看表演 好似在向神明祈福 而这所谓的鬼戏 在我看来更像是一场宗教活动 后来 人们逐渐平静下来 旅店老板问我 感觉怎么样 不需此行吧 我点点头 先不说戏的好坏 但今天这场面 估计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不过同时 我心里还有些疑问 这些萨满巫师 带着面具来表演鬼戏 是为了什么 为财 又或者是为传教 但不管为了什么 这样不都是装神弄鬼吗 我把心里的疑问 对旅店老板说了出来 他听后突然大惊失色 当下四处张望起来 确定没人注意我们这边后 才一脸凝重地看着我 叫我不要乱说 他问我 知不知道台上表演的 都是什么人 我说 难道不是萨满巫师吗 旅店老板摇摇头说 不是 他们是巫 但不是巫师 更不是萨满巫师 巫师在上古母系社会 就存在的一种职业称呼 古人认为 巫有神秘莫测的能力 能够与鬼神交流 调动鬼神的力量 可以为人消灾其腹 巫跟萨满 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很多人都认为 萨满是从巫演变而出的 包括萨满的跳大神 最早也是源自于巫的巫 两者极其相似 同样都是与鬼神交流时 必须要做的仪式 之所以那么多人 对鬼系感兴趣 不单单是因为 可以消灾其腹 更多的人 是为了忏悔 自己心中的罪恶 你看刚才那么多人 都在闭眼瞒瞒 这其中一大半都是做了亏心事 来找乌忏悔的 我问 那为什么要找乌忏悔 旅店老板没有立即解释 而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鬼系来历的故事 他说 当地的鬼系 早在民国时期就存在了 不过那时候 人们只把它当作一个另类的戏剧 真要说在当地盛行 甚至流传下来 那就不得不提一件事 话说在鬼系刚面试那会儿 当地有很多人 被鬼系这两个字吸引 纷纷前去观看 甚至还有外乡人闻名而来 以时间给这个小镇 造成了巨大的轰动 俗话说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这人一多就容易砸 那些前去观看鬼系的人中 不乏一些鸡鸣狗盗之辈 他们都想 趁着这个人多眼砸的好时机 浑水摸鱼 这其中有一人名叫王成 这人在镇上 可谓是赫赫有名 当然不是什么好名 他仗着包姐嫁给县长做小妾 便开始在镇上作威作福 刚开始还算收敛 到后来 竟公然漠视法律 无所不为 镇上只要他看中的东西 不管是人还是物 他都会想尽办法 收到自己手里 此人恶名昭著 却无人敢言 那天他听身边人说 镇上会有鬼系演出 便动了心子 准备过去看看 这鬼系是不是真有传闻说的那么神奇 如果有 就带回去 让他们专门给自己一个人演 如果没有 他可是老早就听说 戏班子里的女爵 个个都样貌非凡 那天晚上 是小镇前所未有过的盛况 许多人慕名而来 还有不少当地的大人物 都在等待鬼系开场 不过在鬼系开场之前 有戏班子的杂役 上台叮嘱了几句 告诉下面的观众 鬼系一旦开始 便不能随意走动 更不能随意离场 甚至说脏话闹事 打架等 都是不允许的 这些都是忌讳 底下有人问 犯了忌讳会会怎么样 杂役达到 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具体是什么事 等有人犯了忌讳就知道了 待到鬼系开始 人们逐渐被台上的表演吸引 仿佛身临其境 甚至连王城也一步开目光 台下那些想浑水摸鱼的人 好像都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看着戏台 其中有人强迫自己不去看那表演 趁着周边人陶醉的时候 他把手放进别人的口袋里摸索 只是还没片刻 那人大叫一声 把周边的观众惊醒 众人只见的脸色苍白 额头冷汗直流 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画面 头也不回地往外跑 而此时人群中的王城 也大叫一声 随后大喊自己有罪 连喊几遍 接着一头撞死在台柱子上 众人见到这一幕 赶紧拦住那个正往外跑的伙计 还好他们拦得及时 不然恐怕跟王城的后果一样 那人虽侥幸活了下来 但精神方面却好像出了问题 逢人便说 他那日看到了鬼 好多鬼全是白烟 各个凶神恶煞 手持刀叉找他锁命 另一遍 鬼戏唱完 戏班子就离开了当地 等县城那边得知消息过来 早已人去楼空 三年后 鬼戏班子再次来到当地表演鬼戏 那时候的县长已经失势 鬼戏盛况再次在小镇上演 后面人们再看鬼戏 都开始遵守规矩 但人们也发现 其实不用刻意遵守 只需要把注意力放在鬼戏上面 当你回过神来 鬼戏已经结束了 同时人们也认为 鬼戏可以带走自己身上的霉运灾祸 而且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也可以忏悔 甚至是借助屋的力量 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孽 旅店老板说到这 停了下来 我真没想到 鬼戏背后还有这么一番故事 后面鬼戏三场 我回到旅店想了很久 始终想不明白 这鬼戏为什么如此吸引人 好像不管是谁 只要看上一眼 都会被深深吸引进去 这难道就是屋掌握的神秘力量吗 几天后 我告别旅店老板 准备前往下一个地方 临走的时候 我从旅店老板手里买了些特产 价格确实公道 也不知道现在那个地方 还有没有的卖 元宵节已经过去了 明天或者后天 应该会有戏班子 来我们当地唱戏 届时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过去观看 鬼戏也好 传统戏剧也罢 时至今日 还会有多少人对此感兴趣呢